嗨,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现在画的这个妆 然后和我上前两支视频好像是妆,就是是差不多的一个妆 因为那两支视频上传之后就是有几位朋友给我留言说 那个妆还就是还挺好看的,然后希望做一个视频吧 然后我也正好是想说还在想下支视频要做什么 所以也谢谢大家可以喜欢我那个妆 然后今天画的其实和那个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然后不过我觉得画的效果还是差不多 然后也是比较适用于晚上去吃饭啊,参加聚会啊一类的 比较怎么说呢,不难然后又很实用的一个妆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吧 粉底我用的是这个DL Forever的这款 然后搭配这个爱迪小物的粉底提亮液比1的量 就是粉底3,然后提亮液比1的量 大概这样 然后我用手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然后涂在脸上 把它推一口 把脸上瘦的脸上来 睡到吧 我连接了 我的脸上去 年纪的脸上瘦霜肚子 演续水 我就用过一次,然后问它的效果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它还好啦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能上的太多 不然就是这边会结块 就是它会和粉底混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块一块的 有点像起了东西那种感觉 所以都大概用手这样拍一拍 或者用刷子粘一下 然后这样点在你想要遮的 你的黑眼圈的位置上 就是一点一点的来 不然 下面的黑眼圈会变得很可怕 定妆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Gy凡希的这款美白粉饼 然后它是我比较喜欢用的粉饼之一 然后用的其实也挺多的了 它定妆的效果特别的好 就是会让你看起来是比较 自然的白 然后慢慢的把 就是上过粉底的地方都压一压 就是还是它 我想就是坚持把它用完 因为它也剩了 剩了一半左右吧现在 眉毛我是先用眉刀修 然后修出就是我大概想要的那个形状 或者就是把就是按着我想要的一个形状 把多余的地方都挂掉 然后再用眉笔花 把那个颜色填满 用刷子刷过之后 其实我的眉型还不是特别的整齐 所以接下来我用这个眉毛胶 把眉毛固定一下 把它刷的方向一致 然后我先用这个斯芙兰的那个 眼睛打底 因为眼妆上它 我有用了一点亮片 带亮片的那个眼影 所以 就用它打底 眼影我今天用的眼影盘是这个 爱丽小乌的PK001眼影盘 就是它 然后它的颜色是 颜色是这样 我今天用这两颜色 我先用这个金色的 打底 也不要上的太多 就是你在眨眼的时候 觉得你的眼睛有 一点点闪闪的就可以了 第二颜色我们就用这个刷子 然后用这个深的棕色 稍微粘一点 弹一下 然后从眼尾开始画 然后就是像画眼线一样 然后就只画到眼睛那个 画到黑眼圈的 黑眼圈的那个一半就行了 然后稍微晕 把它晕开 往上晕 晕成就是大概这样一个形状 它用刚才那个刷子 稍微粘一点这个棕色 一定要把它多于颜色 弹到干净一点 或者可以在纸上 这样稍微刷一下 把它多于颜色刷掉 因为我只要一点点颜色 我画在这个眼角的后 就是后眼角的这些地方 稍微把它填满 然后回勾一下 先用的是亚诗兰黛的这个眼线液 让它摇一摇 从 先从基本的眼线开始画 你可以往 把镜子就是这样 在下面拿着镜子 然后往下看 一点点贴着睫毛的根部画 我上次那个妆 其实眼线画得还挺粗的 但是画得很长 所以先把眼头 简单的地方 眼头戒着掉 然后慢慢的往外画 稍微你可以就是这样 画完以后 你可以稍微这样 我上调一下 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 然后我是习惯先 就是凭感觉走 先找一个我想要的一个角度 因为其实画到现在的时候 这个笔头上没剩多少眼线液了 所以你可以先 大胆的往外画一下 因为它颜色不会很重 画到一个你想要的位置 像这种 就是后面就已经特别淡了 其实 然后一个大致的轮廓画出来 然后再沾一点眼线液 其实用眼线笔可以更简单 比较快 但是今天想画一个防水妆 所以再沾一点 不要沾的太多 然后一点一点往上画 按照你刚才的那个 你提前画好的那个痕迹 再一点点往上加颜色就行了 画的时候我建议用这种 大一点的镜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 就是两只眼睛是不是一样 如果说你用那种比较小 就是一次看不到两只眼睛的话 你就可能 怎么说 多多少少眼线会有点误差 我先等它干 因为是眼线液嘛 所以先等它完全干了以后 我再画睫毛膏 腮红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贝林飞的这个 唐衣炮弹这一款 就是画的地方 就是先这样刷一刷 我画的地方就是眼睛下点这个 画出来比较可爱的这个地方 稍微加一点颜色就好 不要加的太多 稍微 让脸看起来粉粉就行了 然后我今天上一点高光 用的是这个 是进肤的这一款 双双双 第一支 х superhero 眼督膏昨天用的是点在眼膜 package 我這個用脸差不多了 覺得它裡面剩的不是特別多 也是一樣往下看 然後 睫毛膏刷上去 嘴唇 嘴唇今天用的也是貝林菲的這款 胭脂水 嘴唇現在稍微有點破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效果也挺好看的 畫在嘴唇中間 迷你然後讓它乾 然後唇彩今天我用的是 倩碧的這個 08號 是一個淡淡的粉色 是我現在比較喜歡用的一款顏色 那天的妝不太 好像我用的東西不太記得了 用的東西是不太一樣 不過其實畫的效果還是 我覺得 我更喜歡這個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眼線的部分 所以 我再弄一下頭髮 等一下回來 我自己是 最近比較喜歡把眼線畫的長一點 然後其他的地方就是比較簡單 希望自己的眼睛看起來更有神 然後因為之前有人跟我說我的眼睛 有的時候會看起來比較沒有神 或者是 眼睛的地方有很多不足 所以覺得要加強這一個地方 所以就把重點放在眼線跟睫毛膏上面 然後關於頭髮我覺得 呃 我現在就是 捲頭髮的那個 那個手法還不是特別的熟練 所以希望 呃 大家不要太著急吧 我練一練 然後把那個 就是把手法練好之後 再拍視頻 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現在捲完了 下面有一點點 呃 粗糙 就是比較亂 沒那麼 捲完沒那麼規律 所以 視頻上其實可能看起來我髮質還不錯 不過其實 稍微 就是 髮尾的地方稍微有一點黃 開始發黃了 所以 呃 等我再把頭髮好好癢癢 然後 捲頭髮的那個手法再好一點的時候 再拍 呃 視頻分享給大家 今天這視頻就是這樣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妝 我自己是 怎麼說 很喜歡化完妝這個感覺 因為 整個人變得特別的精神 然後 呃 就是 看起來 嗯 不是那麼病癢癢的 感覺吧 對 然後希望大家動手試一試 我們下支視頻再見吧 拜拜